中医学认为 疾病的产生就是阴阳失衡 疾中表现为一方相对抗生或者衰弱 所以治疗疾病就是要调整人体阴阳 使阴平阳密 恢复阴阳的相对平衡状态 针刺治疗就是要调整人体阴阳平衡 不同的针刺手法会产生不同的霍补霍现的疗效 那么究竟用什么样的针刺方法 来达到或补或蟹的疗效 爱酒有哪些功效 它和针刺有哪些不同 这经络对于脏腑有双向调节作用 它既可以补它 实际上也可以去蟹它 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补 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蟹它 这也就是我在这里所提到的一个 用手法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叫针刺补蟹 那这里什么叫补什么叫蟹 实际上我们说 脏腑功能或经络功能太旺盛了 我们要抑制抑制它 不让它太旺盛 这就是蟹嘛 如果是脏腑功能或经络功能 怎么样太虚弱了 不充足了 有点衰退了 我们用一些方法 让它去恢复正常 这就是所谓的补法 我刚才所说的年转呀 或者说是提查提查呀 这些实际上就是补卸的一个手段 因此有些人去针刺 就发现了 说那个大夫在这里呀 给我这 怎么样呢 去碾这个针 有的呢还怎么样呢 还把这个针拔出来又扎进去 拔出来又扎进去 这就是什么呀 这就是提查这个针 还有的人怎么样呢 说在这个扎针的时候呢 速度特别快 有的呢速度又不是特别快 有的人在出针的时候呢 速度特别快 有的时候呢 出针的速度呢 又是很慢才出来 甚至有的还摇打针骨 慢慢地才出针 手法是不一样的 手法不一样就决定了它的补卸 所以内经当中呢 有一种什么呢 叫做年转补卸提查补卸 那什么叫补 实际上啊 年转的力度小一些 幅度小一些 提查的速度怎么样呢 慢一些 你那个幅度小一些 就提查的啊 力量小一些 这样的实际证则偏于 我们中医所说的补 而如果说是年转的力度大一些 年转的这个的幅度大一些 或提查的这些幅度大一些 力道猛一些 这个呢就偏于一种 谢 这个概念可能大家能够理解了啊 另外还有一种 也就是内经当中所说的 叫做什么呢 徐尔基则实者 言徐纳而即出也 基尔徐则实者 言其纳而徐出也 什么意思呀 也就是说 进针的时候慢一些 而出针的时候怎么样呢 快一些 这就偏于补 而你进针的时候怎么样呢 快一些 出针的时候呢 慢慢的拔针 这就成为一种 谢法 另外在内经当中 实际上还有一种 补协方法 也是在扎针的时候 称作什么呀 迎随补卸 也就是说 你扎针的这个针尖啊 如果是顺着 这个经脉的巡行方向的 这就叫随 随这个经脉的巡行方向的 这就偏于一种补 而如果你这个针尖 是迎着 这个经脉巡行方向的 腻着而来的 这叫做什么呀 这就叫做 谢 也称作迎而夺之 这是我今天跟大家说的 第一个小的话题 就是针刺的补卸 和针刺的留针问题 第二个要跟大家说的 就是爱旧 我们经常称啊 针酒 针酒 实际上针和酒 这是两个事 针就是指针刺 拿着这个针 拿着这个针来去赐这个什么呀 赐这个穴位 酒就是什么呀 拿这个爱旧的这个条 来什么呀 来熏征 来熏考我们的穴位 这就称为酒 酒呢 在古代呢 称作酒弱 又称爱旧 实际上啊 在《黄帝内经》之前呀 就有爱旧了 在《黄帝内经》啊 《义法方议论》当中 专门讲一些治疗方法呀 是从哪个地域来的 在谈到这个酒的时候 他就这么去说 他说呀 北方者 天地所必藏之欲也 其地高邻居 风寒丽丽 其民乐也处而辱食 藏寒生满病 其志亦久弱 悟久弱者亦从北方来 什么意思呀 古代的北方啊 天地所必藏之欲 我们知道北属于东啊 这属于阴呀 阴气比较重 阴主什么呀 阴主藏啊 所以它是必藏之欲 那个地方啊 地势比较高 而且气候是寒冷的 所以呢 那方的人民呢 也是怎么样呢 以放牧为生 它叫乐野处 而怎么样呢 乳食 吃的呢 以牛羊乳汁为主 我们知道这个牛羊乳汁 是偏凉 所以啊 人吃多了以后呢 这个脏腑啊 就容易怎么样呢 产生寒 所以它称为什么呀 脏寒生满病 那么有寒 应该怎么办呢 就应该用点 爱酒 所以称多 其之一酒弱 酒弱者 就从北方 产生出来了 这实际上就谈的 我们说的这个酒法 刚才我一提到 这个酒法呀 所用是 爱条 也就是爱业 那么这个爱业 实际上是要通过加工 现在看啊 它要把爱业加工成爱溶 把爱溶变为爱条 有的呢 爱条里边又加入了一些其他的药物 这就形成了我们的爱条 爱助 那么治疗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呢 点燃这个爱条 让它来勋征 我们的这个血位 我们说呢 一般来讲 爱揪呢 它有一种什么作用呢 有温经 散寒 去除寒邪吧 是不是 去除外邪嘛 另外它有通经火络的作用 它还有什么呢 还有固托 补虚 具有这样的一些作用 而且呢 效果应该说是 还是不错的 所以你包括现在临床上 像一些有些 关节炎的病人呀 像一些感冒的病人呀 像一些腹泻的病人 像一些脏器脱锤的病人 很多都用点这个爱救 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效果 而且呢 有些老年人 还把这个爱揪呢 作为一种保健养生的 这么一种疗法 有的老街人呢 经常的揪一揪 观圆穴 气海穴 租三里穴 起到一个养生保健 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这点要注意啊 在具体操作的时候 一般来讲我们说 提倡用这种温和酒 所谓温和酒是什么呢 就是把这爱条啊 一端点燃以后 让它靠近你 要久的这个穴位 一般说离开这个穴位 二三厘米 一般来讲很多是什么呢 就像那个麻雀捉食一样啊 稍微近一点 再离开一下 近一点 再离开一下 这就称作雀卓酒 也称作温和酒嘛 以什么为意呢 以你那个所酒的 那个皮肤啊 穴位这儿啊 温温泛红 有一丁的热度 也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把这爱条 离得它太近 太近就会烧着皮肤 也就不好了 这是第二个爱条 这就会烧着皮肤